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10月30号为止 活动内容多元 邀请到十二组艺术团队 在园区各处展出原创艺术展 欢迎大家前往欣赏 三二一 开始宣布 2022元中七地节 全部正式开始 好的 松山文创园区总监陈玉秀 与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秘刘德坚 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李宾等贵宾 为2022元创基地节进行启动仪式 大家跟着主题视觉摇摆身体 气氛相当欢乐 松山文创园区2022元创基地节正式展开 特别邀请十二组艺术团队进行创作 在园区各处展示16件艺术作品 欢迎民众走进松烟欣赏多元的艺术文化 在制烟工厂的通道 抬头望向天花板 艺术家成万人的作品歪腰一下 投影人们各式各样行走的姿态相当有趣 还有艺术家郭逸臣的作品《幸存者计划》 首度公开15年前烟厂修复前的旧照 我在2007年那时候松烟还是一个废墟的状态 所以我透过这个 有点透过一个过去式的未来的一个 探勘的宇宙计划的一个作品 回到了这个松烟的废墟去探勘 找寻地球上是否有幸存者 就是幸存的人类这样 所以它叫幸存者计划 那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的影像里面 可以看到那时候当时松烟许多的这些 包含卷烟的遗留下的一些物品 那包含曾经这边也有篮球场 对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用一个阴架去搭设在原本松烟的正门的一个路口 那有一点透过这个路口的意象 它有点像是一个回宣 把过去跟未来跟现在的这个当下 重新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作品有点像是一个 透过观众透过这个观景窗的方式 好像可以看到松烟不同的历史面貌 跟未来的一种想像这样子 松烟文创园区是台北市的原创基地 所以每一年下半年我们的主题最大的活动 就是原创基地节 然后上半年是旋迹 那今年首次呢 等于是原创基地节 它就是我们一个原创能量展现的一个 一个节庆的活动 那今年邀请的12组的艺术家 有16个作品在这里做现地创作的呈现 其中有五个作品呢 今年是第一次的首次发表 然后我们也考量到说 整个基地慢慢即将是被打开 我们希望透过艺术介入空间 让大家透过去认识那个艺术的创作 来认识松烟其他的空间 在松烟文创大街的窗框上 还有十幅全新大型短片漫画 是艺术家黑白平常所创作 传达一场关于时间与历史的躲猫猫 第一次看的话 我们可以从右边 从其中一侧到另外一头 我们跟着其中一个角色到另外一头 然后再从另外一头 跟着另外一个角色再带回来 那这两个角色呢 我是分别由 在松烟这一次的展场 然后做一个发想 就是从它的过去的历史啊 时间的变化等等 它过去的作为工厂这样的一个 目的性的一个存在 到现在它变成一个 让创作者聚集的一个 这样的方式与大家连接 那我觉得在这次 在这个段叙事当中呢 我取出历史跟时间这两个字 那做了一些自己比较 感性的投射 然后设计两个角色在这当中 那大家在观看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他们的物件 假如说为什么其中一个角色 它要佩戴那么多时间相关的物件 然后为什么它要 在瓜牛上面写上数字 那另外一个角色 为什么它是一直拿着相机 到处拍照 然后它经过哪些地方 那为什么背景可以有松烟 过去跟现代的样貌 作为背景 融在这个故事当中 其实他们是如何做连结这样子 这些都是可以在 来回走动过程中去 特别去可以去观看的地方这样子 艺术展出也串联 今年上半年的学员季 展出线上平台 票选出三件最多回响的作品 让青年学子的原创作品 有更多的展现舞台 这是我是以游乐场这个 雏形下为基础来的创作 然后这次就是 呼应松烟这边展蓝胶来追我 只是以玩家的身份来去介入我的作品 然后再以这个展间 现有的一些就是限定制作 然后来去跟我的作品做连结 我觉得毕业展和原创基地节最大的不同就是 毕业展它是很多人一起参加 所以必须有一个策展主题 把它把大家都保住 然后原创基地节不同的地方就是 就是可能我可以 有更多自己的想法 跟作品上面呈现的变化 今年是首度把学员祭跟原创基地节连结在一起 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是 学员祭到底如何跟原创基地节的能量能展现 所以我们有挑了六个作品 最后在经过咨询委员会的同意的支持 挑了今天参加学员祭的三位学生的作品 所以这是第一次能让学员祭精彩的学生的作品 放到我们的原创基地节 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次的创新 那松山文创园区在市政府交给基金会的时候 这个基地就定义为叫台北市的原创基地 所以每一年有两大活动 第一个是上半年的学员祭 这是全台湾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学生壁展在松烟 那为什么基金会或者是松山文创园区 为什么支持学员祭最大的在这边来办理 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 这是原创人才赔利的一个最大的计划 那第二个下半年的原创基地节 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创能量的展现 那我觉得说这几年 其实大概已经有超过将近一百组的艺术家 来松一作的创作 2019年我们第一次从室内走到室外来 做了一个叫换场 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整个松山文创园区的前身是松山烟厂 一个古迹两个BOT 现在目前看到的古迹跟台北文创大楼是所谓我们的台北文化园区 在明年加入的大巨蛋 它就是变成台北市的文化体育园区 那我想说这个应该是大家这两天一直都问我说 那为什么松山文创园区这次的主题叫做来追我 那当然跟这个部分也互相的扣合 那园区呢这三年做了蛮多的整备的工作 也都是为了整个基地全部打开之后的一些相关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邀请了艺术家来松一作限定创作 松山文创园区同时是一个古迹 它其实是个85年的古迹 所以我们兼顾了文化资产保存 还有再利用 各位的创作都是我们再利用 我们讲说85年的古迹有古迹生态跟人文 那大家在这里创造了更多的人文的样貌 松山文创园区是台北市的原创基地 从2012年起策办原创基地节 至今已经十年 今年的原创基地节 松烟邀请大家呼朋引伴 走进松烟探索古迹场域 欣赏各项艺术文化的多样性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松山文创园区2022原创基地节 另外一项特色就是在北向制烟工厂 展出的松烟风格职人市集 严选台湾文创品牌连结八大地方特色主题 总共超过70家品牌参与 刺绣工艺融合在地生活美学的创意手工绣花鞋 还有来自新北平邻一群年轻人 推出结合酒香的创新茶饮 这里是与松山文创园区2022原创基地节 同步展出的松烟风格职人市集 共严选出30家台湾文创品牌 包括自然饮食 工艺手作 图文原创 植栽相分 及生活事务五大领域的创意商品 另外松烟也连结地方产业 邀请基隆 新北平邻 新竹 花莲 台东 屏东 及台北市工业设计发展协会 共同展出八个具有地方特色主题的地方好物 看见地方特色 我们是来自平邻财业青年发展协会的青年 我们是有一群在地的青龙 然后有40多位组成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协会组织 然后我们目的呢 是希望说大家回乡种茶之余 可以把家乡的产业 可以去做更多的创新跟传承 那我们这一次呢 跨域结合了酒这个商品 然后把茶跟酒去做一个香气的融合 所以呢 我们把高粱跟威士忌 熏到我们的平邻包容茶里面 然后做一个跨域创新的一个 味觉的一个冲击也好 或是创新也好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 风格职人市集这边 来品尝看看我们的新品 然后也尝试看看不一样包容茶的味道 我们当然希望透过市集的部分可以 它这边是一个平台嘛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让更多人看见 我们在地方上的努力 甚至在茶业里面 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这群年轻人在回乡种茶之余 也很努力的再去做一些创新 甚至一些跨域的一些更多的想法 那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市集这么多优质品牌聚在一起 然后也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可以互相的观摩跟交流 然后可以激测出更多不同的想法 其实我们岩石造物是来自花莲 那花莲大家知道是食材的故乡这样子 那事实上以往食材都是做建材的部分 那目前慢慢二代接班以后 也开始做一些大家看到这些创意的一些产品这样子 那我们呢主要的产品 大概就是用这个花莲当地的食材 那包括最具特色的蛇纹石 还有白大理黑大理等等的食材 来做一些创意的一个商品的一个展售这样子 那来推广我们花莲食材的这些产品内容这样 那其实像一片大理石中啊 它其实是我们设计师在看到食材厂 有很多这些流之无用气之可惜的这些边料 那利用它这些边料呢 那去做一些简单的水道切割 再重新把不同的食材拼凑起来 那作为一片大理石中它的一个特色这样子 那它算是一个循环跟材料在应用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样子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 在我们以蛇纹石为主的这家厂商呢 那他们是台湾唯一合法的这个 应该算是台湾合法的这个蛇纹石矿厂的一个厂商 那以往他们也都是做建材类的大阪 或者是地平这一类的建材 那他们现在二代接班以后呢 一个小女生她也开始 把他们家的这些蛇纹石 那重新去用水刀切割 那把它做成各种创意的造型 像恐龙啊或是扩香石啊 或是等等之类的产品 那重新去把这个蛇纹石的这个文化 那重新让大家去认识这一块石头 这种石头它的这些故事跟意涵这样子 松烟风格职人市集 今年也以友善环境循环重复的媒材 进行各项布置 并打造大型艺术装置作品 从品牌到展场设计 向参观者传达绿色永续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现在目前这个环境地球 基本上应该是都是需要 我们要更要有所态度跟回应 那我们身为文化艺术圈的 而且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文化场域啊 我们也认为我们应该要有我们的态度 所以我们今年呢 发愿今年在世界地球 这个也跟AIT这边也一起啊 我们希望呢松烟文创园区能成为 绿色永续的一个文创园区 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去找到一个 如何更友善我们的环境的一个 实验的一个基地的方法 它其实跟人有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啊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稍早有看到 就知道我们今年的整个 呃 我们的松烟风格职员市集 全部的涨价都是用可回收的啊 包含的今年挑的品牌 也都是跟循环友善环境的品牌有关系 那今年当然也是第一次邀请的所谓的八个 来自于八个县市 八个县市啊 我们正在叫职地之身啊 因为台北市首都我们认为我们希望在台北 可以看到台湾各地的精彩 所以今年也邀请八个县市 我来背一下哈 从花莲开始 有花莲 有屏东 有台东 有新竹 有新北市 有台北市 还有基隆 我有没有漏掉了 哦 谢谢谢谢 这个GM还可以吗 然后所以这是我们今年首次的一个尝试 希望说大家把这里当成的交流平台 火映刚刚我们竹命说的今天想要走个运动风 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有运动了啊 好 我的鞋子 我想晚上还晚会 我的鞋子呢是我们今这次文状 就是我们市集里面的一个品牌 我的鞋子呢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在这次里面的已绝学的品牌 所以呢 如果各位想跟我一样走一个运动风格的生活样貌 欢迎等一下 或者是这十天先例 有机会来这边挑品 都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好物 由于近两年疫情 对于台湾文创品牌 在国际通路的影响很大 因此作为原创与文创基地的松山文创园区 积极协助品牌拓展国内市场 增加品牌能见度 希望支持文创业者度过疫情冲击 也让各品牌的职人们透过市集平台互相交流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为了响应第二十届台湾同志游行 荷兰阿姆斯特丹彩虹群首度来台展出 直径长达16米的阿姆斯特丹彩虹群 由68面国旗组成 彩虹群基金会希望透过这件行动艺术品 持续为全球同志的权益发声 直径长达16米的阿姆斯特丹彩虹群 创作于2016年 由68面国旗组成 象征尚未将LGBTIQ+,除罪化的国家 响应第二十届台湾同志游行 荷兰在台办事处 今年与欧洲经贸办事处以及台北市政府合作 邀请荷兰阿姆斯特滩彩虹群基金会首度来台 并且从10月24号到10月29号同志游行当天 在台北市市政大楼一楼中庭展出 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这一次呢我们之前也希望这个彩虹群 可以来台北展出好几次了 但是呢这次终于成型了 那我们非常开心可以看到 这么壮观的专制艺术 除了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艺术品之外呢 它也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也就是你不管爱的对象是谁 爱就是爱哦 那我们上面呢当然这个国旗相关的这些资讯 等一下花闹我们的创办人会更进一步的解释 那随着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同志相关的除罪化呢 它的国旗就可以换成这个彩虹旗哦 希望我们最终可以看到是一道彩虹 那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呢 还有很多的同志组织呢 他们还是每天面对很多的歧视 甚至是暴力哦 那因为他们不想让他们的身份曝光 甚至常常呢面对这些暴力的时候 他们只能选择凝人不报 那这是为什么荷兰和许多的国家 要一直努力的推动这个性倾向 以及性别认同除罪化 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计划启动之后呢 已经有九个国家的国旗 用彩虹旗来取代了 不过我们当然知道 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哦 那希望这个彩虹群呢 可以带给我们这些 推动同志族群的分子 以及所有这些斗士们 这么多的力量 在这条路上不管你身在何处 都能够持续的往前行 我们都知道2001年 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 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而台湾也在2019年 通过亚洲第一个 同性婚姻的专访 2020年 我们顺利的加入 国际彩虹城市网络 就是RCN Rumbo City Network 也成为台湾 也成为亚洲第一个 加入RCN的城市 我们知道荷兰包团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等 也都是RCN的会员城市 相信过过在一起的 国际组织图台跟交流 一定还有许多 可以让台北学习的地方 这个彩虹群 其实也建设了 同志族群争取平等 与自由是多么不容易 平权路上还有许多 还没完成的事情 仍有许多困难需要突破 社会必须要持续的沟通 作为亚洲最品 多元性别族群的城市 台北市政府很乐意 透过各种国际采和经验分享 也会持续和同志朋友 共同牺手 为我们的性别平等的价值 阿姆斯特丹彩虹群 至今已收邀到 全球24个城市展出 展出时都会与当地 LGBTIQ Plus团队合作 到特色景点进行拍摄 基金会与知名摄影师 蔡志祥以及变装皇后 非凡合作 选定台北101 西门红楼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故宫博物院 以及台北峡海城隍庙 等五大景点 完成彩虹群拍摄 彩虹群的这样艺术的形式 可以一开始先 让人们的戒心给放下来 让他们门槛降低 让他们看到 这个非常美丽的事物 进而想要来探索 背后没有那么美丽的 这个地题以及故事 所以我们除了 这个彩虹群之外 其实配合我们的计划 还有一系列在世界各地 知名地标 拍摄的彩虹群的摄影作品 希望透过这些摄影作品 让更多人能够知道 我们想要传递的讯息 那么上个礼拜呢 就在台北一些知名的地标 大家在荧幕上面看到的 有101 那他们跟我说 还有这个大稻城 峡海城隍庙 还有这个新落城的台北 表演艺术中心 都有在那边拍 这个彩虹群的作品 那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多多的分享 这些照片 协助我们一起来促进 平等自由的权益 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借由荷兰建筑师所设计的 这栋建筑物 我觉得我们和荷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连结以及激盪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地点 就是我们在迪华街的 峡海城隍庙拍摄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宗教信仰方面 它可能对于LGBTQI相对于是一个比较难保守 然后比较难去转化的一个范围 所以这次能够在沙海城隍庙拍摄 我觉得格外的有意义 因为沙海城隍庙 它能够接受同志族群去追求他们的姻缘 然后提供他们保护及祝福 因为当我们到达沙海城隍庙的时候 其实突然天空下沉了毛毛雨 然后当时我所战设拍摄的位置 其实是蛮高的 就是有点高于神明的位置 所以我心中其实有一点点的不安 想说是不是我冒犯的神明 然后他就下了一场小小的毛毛雨 要阻止我做这件事情 那结果其实拍摄过程都相当的顺利 然后不管是信仲还有庙方都全力的支持我们 然后容忍我们在当地对他们的打老 我们在最后拍摄的时候 有发生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 就是当我们拍摄完了不久 其实天空中在庙的后方就升起了一轮彩虹 我想这个就是证明了我其实是错的 其实城隍爷他是非常的 对于我们同志族群都非常的友善 对于众生都是平等的看待 然后我们是充分的得到祝福以及温暖 每当彩虹群上出现的国家不再以法律惩罚同性恋者 彩虹群基金会就会将该国家的国旗取下 换成一面彩虹群 基金会表示自2016年起 已经有9个国家将LGBT IQ Plus除罪化 但改革的速度仍然相当缓慢 也期待阿姆斯特丹彩虹群能传达人人平等的理念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HOME PLUS中家宽屏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阿也没确诊阿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药集团关心您 中药宽平旗下有线电视 长期深耕在地透过地方新闻 报导民众关心的议题 以及在地的大小事 包括基层艺文活动 公益宣导和地方人文特色等等 其中台北系统 常得万象立冠有线电视 更获得各区公所颁发感谢状 肯定中药宽平对社区的贡献 不管是大同区的恋恋大道城 还是中山区文昌宫的祈福活动等 深具在地特色的基层艺文活动 还是各区举办的成年礼活动 新移民成长课程 甚至是防训期前的区里防灾演练 中药宽平地方新闻记者深入地方报导 让社区民众以不同视角 看见地方的人文特色 也因此获得各区公所颁发感谢状 肯定中药宽平对社区的贡献 我想中药宽平在社区里面 帮公所做了很多很多的公益的宣导 那对于社区的各项的政务的推行 还有社区的走读等等 都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宣传的效果 那也特别的感谢我们中药宽平 对于公所的协助 那也希望未来能够持续的 跟中药宽平做合作 那希望我们社区的各项的这个活动 都能够放大它的这个效益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 政府的这个一些作为 那让社区更加的活络 其实有线电视设立的最初中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媒体 那所以我们就是说 关心区里大小事 那我们的地方新闻呢 除了每日报导各区的这个地方事务以外 同时我们也透过地方走读的这个特色新闻专题 去深入每一个区里报导它的地方人文历史 还有这个专题活动啊 地方议题等等 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也很高兴 就是这个区长我们的报导 受到这个各区区长的这个关注 那也颁发给我们感谢 让我们其实是得到很大的鼓舞 有别于全国性的媒体 有线电视系统与在地有着深刻的连结 中佳宽平旗下有线电视系统 透过制作优质的新闻以及专题报导 充分展现地方媒体特色 未来中佳宽平也将以行动与热忱 持续深耕在地 提供更多元面向的高品质节目 成为地方资讯的传播者 以及在地文化的推动者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进入秋冬季节 如何因应新冠病毒以及流感 还有肺炎恋球菌等多重疾病的危险呢 医生特别呼吁高感染风险族群 可以透过疫苗接种 以及戴好口罩来保护自己 在边境开放流感提前报道 等不利的因素下 医师指出民众要盛防新冠病毒 流感与肺炎恋球菌的合并感染 所引发的肺炎与并发症问题 那今年有两个不利的因素呢 一个就是流感找到 这代表今年会大流行 另外一个目前的行别是A型 每一年来的行别可能是A可能是B 那可能是A还分H1N1跟H3N2 那如果那一年是H3N2 那一年一定会大流行 因为H3N2的突变速度是最快的 而且H3N2的致病率是最强的 就是得到H3N2重症的发生率呢 是B型的2倍 1.5倍到2倍 而是H1N1的差不多也是1.2到1.5倍 所以今年流行H3N2不是一个好现象 那代表今年的流感会变得比较严重 流感分A跟B A又分H1N1跟H3N2 那他们的突变速度呢 是H3N2最快 第二名是H1N1 第三名才是B 所以当H3N2回来的那一年 就代表这个病毒已经突变很多了 所以呢 你以前打得过的那几次流感都失效了 你以前打的疫苗基本上也失效了 所以那一年的H3N2呢 重症跟死亡人数就会增加 而且H3N2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般流感是死亡 大部分是成年人老年人 小孩子几乎是不会死的 如果流感那一年有小孩子过世的话呢 就是大年 就是那一年是严重的 那通常是H3N2那一年才会有小孩子过世 所以反正以前的经验告诉我们说 你看到H3N2那一年你要特别小心 你一定要把疫苗打好 而且今年的好消息是 今年的疫苗是有猜对病毒株的 就今年的疫苗里面H3N2是猜对的 所以你今年的去打疫苗呢 你的投资报酬率会更高 今年不利因素第一个就是病毒来得早嘛 九月就来了 第二个来的是A 而且是A里面的H3N2 所以这是第二个不利因素 第三个不利因素是我们要开国门 开国门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不利因素 因为以前锁国门的时候流感是进不来的 流感的潜伏期很短 你一旦锁七天流感 他们就进不来了 所以今天第三个是开国门 第四个的不利因素是 我们都已经防疫疲乏了 大家都觉得疫苗打太多了 有一种厌战的心理 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要 要把大家厌战的心理去除 就你还是要为了自己的健康 而且为了家人 为了朋友 还是要把疫苗打好 李沁云儿童感染 暨疫苗发展医学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也是台大小儿感染科的主治医师 黄丽明 与台湾胸腔暨重症 加护医学会理事长王赫健医师 以及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理事长 黄建宁医师 特别提出三房四族 三房就是预防新冠病毒 流感病毒及肺炎炼球菌 四族则是特别提醒慢性病患者 尤其是糖尿病与烟腔族 外出族 以及65岁以上有慢性肺病 曾经确诊过新冠的民众 要积极跟医师咨询疫苗接种 来做好预防措施 其实我们肺部的一个很重要的 评估的指标是肺功能 当然我们这些慢性肺病的病人 有些人的肺功能已经受损了 所以他对于这些感染 不管是病毒感染或是细菌感染的 造成的伤害就会很大 那我们很多临床上看到这些肺阻塞的病人 他的肺功能已经比正常的来得差的时候 他得到一次的感染以后 他可能要需要半年才能恢复 所以这样对病人的生活品质影响很大 同时他也增加他呼吸衰竭的危险性 那这些病人得了以后就会 因为呼吸衰竭进到加护病房 那死亡率就会很高 那在这个COVID-19的流行的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这些高风险的病人 我们都很早就已经 不管是我们在我们的临床指引 或者在这个大众媒体上都有去宣传 这些病人是要第一优先去打 这些COVID-19的疫苗 但是不要忘了 在这个秋冬季节 或者我们今年的这个 可能会大流行的这个流感的状况下 这些病人也要早一点去打 那我们的病人常常教育他 他们可能就在10月1号一宣布就打了 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这些病毒感染以后呢 常常激发性的细菌感染是以肺炼为主 所以我们肺炎链球菌的这些疫苗呢 也是需要很早的时候就要告诉他们要去施打 尤其在这些高危险的病人 那我们现在不管是流感或者是肺炼疫苗 都是蛋白疫苗或者是多糖体疫苗 那他这个是比较稳定 而且他产生的免疫的这个作用呢 是比较不会这么 不像我们这个mRNA疫苗 是比较新的疫苗 所以产生了非常多的打完以后的一些反应 那传统上我们打这个流感或者是肺炼呢 其实一手打流感一手打肺炼 你同时打也没有什么问题 你就可以知道他产生的免疫的这个强度 不会这么激烈 他是慢慢慢慢产生的 所以有时候这个 比如说我每年都打流感 对那打上去也都还好 糖尿病患者基本上如果血糖没有控制好 或者是有合并 其他的慢性病发症或者是共病的话 基本上他们的抵抗力免疫力 都是比一般没有糖尿病的人是要比较低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是我们的所谓的失去性的感染 这个肺炎面球菌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染源 所以我们呼吁有糖尿病的患者 在糖尿病的医生当中应该要打满 打好这个肺炎面球菌的疫苗 就是目前已知所有的呼吸道病毒里面呢 会并发细菌感染 最有名两个病毒 第一个就流感 第一个就呼吸道统合病毒 那这两个病毒呢 已经被知道说他们并发细菌感染的几率是最高的 那甚至他们呼吸道统合病毒跟流感是不相上下 那今年两个都同时流行呢 就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因为这两个病毒都会变发细菌感染 那变发细菌感染来讲呢 最常见还是肺炎面球菌 所以今年就是这些都要去防患 我们一直讲口罩是要戴到明年春天的 口罩是不太适合太早拿掉 因为口罩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一个防疫措施 而且最便宜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口罩戴好 面对病毒可能合并感染的风险 医师呼吁高感染风险族群 主动与医师讨论疫苗施打 并戴好口罩 以安然度过疾病的威胁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是血癌的一种 资料显示近年确诊人数持续增加 短短四年就成长1.5倍 十月是慢性骨髓性白血病警觉月 医生提醒民众如果有疑似症状出现 千万不要延误就医 稳定服药五年内存活率高达九成 42岁黄先生十多年前 因为肚子硬硬的就医检查 确诊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他当下非常慌张 透过医师治疗稳定服药 从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 成为如今四个孩子的爸爸 生活如常家庭事业都未受限制 就是走着走着我就按压自己的身体 就觉得说奇怪我肚子怎么硬硬的 结果就说因为我本来在大陆工作 所以就赶快回来台湾说赶快做个检查 结果就医师就安排检查 说我的脾胀肿大 就是肿的比较大一点 所以他说奇怪怎么会这样 所以就转成说是怀疑说血液的问题 所以就检查说血液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想到真的 因为本来我们传统就是说白血病 就是骨髓移植就是很痛 什么化疗啊 对对对头发掉光光啊 对啊所以也是没有想到说 还有因为医师有跟我讲说 慢性跟急性的问题 那我这个是属于说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所以说用吃这个标靶药就可以控制 血癌对国人的威胁持续上升 不仅108年新增达到约2500位患者 108年更成为我国男性第九排名的 好发癌症 且研究显示超过六个月以上才治疗的患者 五年死亡风险多一成 那我们在台湾的话 这几年来的这个资料的统计 如果大家从民国99年到前两三年 108年 可以发觉说整个白血病 其实就是血癌 其实是在增加 那增加的数目真的还蛮触目惊心 从99年 一年大概发生1800例的同胞 那到108已经到2600例了 那10年来竟然增长了43% 所以血癌真的是我们国人需要注意的疾病了 那接下来我们如果是说看在男性的话 在几年前呢 这个血癌在男性是第十位 那到108年他又增加到第九位了 所以也不是只有大肠癌肺癌这些威胁 因为血癌 在男性的也是一个威胁 已经到第九位了 要很注意它 那到底血癌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大家当然是痰癌色变 那基本上如果大家看这个图的话 就是我们像是我们骨髓的一个湿域图 那这些有一些弯弯曲曲的 有各种形状反而是好的细胞 因为我们的白血球 各种各式的白血球 所以大家当然形状不太一样 那但是呢 今天这个血癌细胞 它是一次性的 就红红的 就是代表它很厉害很会清洗 那如果是再更多的话 就是血癌的数目就增加 那所以当好的细胞 就没有办法去作用了 这就是血癌 那血癌的话 其实可以分四个种类 有急性淋巴性 慢性淋巴性 急性骨髓性 那今天的主题是慢性骨髓性血癌 那听到是慢性的话 以为就比较OK 但是其实还是会致命的 那整个的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我们可以看这个 试意图 它大概占所有的 前面讲过四种血癌 大概占17% 也是有相当的比例 但是主要是 这个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其实在过去几年来 四年来人数也增加了1.5倍 刚才也是讲到 全部都在增加 而这个它也是在增加 那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它其实是染色体 第九队跟第二十二队 形成不正常的一个基因的转位 我们叫做废城染色体 因为当年是在美国废城 首先发表 全球发现的这个致病的这个染色体 这个基因 那就是第九队染色体 有一段断掉在这个地方 第二十二队染色体上面的断掉了 那两个接起来 这个异常的基因 异常染色体的结合 让癌细胞不断的生长分裂 那产生了今天所谓的 慢性骨髓性的血癌 那我们当然国人会很想说 那我们怎么样 去知道说 我们有可能得到这个疾病 所谓慢性骨髓性血癌 那它当然有时候 是不是那么有特异性 就是当然很多病友会疲倦 那有些可能会稍微的发烧 那有些贫血的症状 那体重莫名的减轻 那一个很特别的是 它常常会脾胀肿大 这个是这个疾病比较常见的 但是我们病友怎么知道 自己有脾胀肿大呢 因为不会触摸 那一个方式就是 如果你这个腰围裤带怎么越来越大 但是人其实是减轻 可是怎么腰围裤子穿不下 其实有一点就是相当这样的警讯 那首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这些坏细胞 一个原则就是要除恶物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不正常的细胞 能够把它消灭掉到越低的状况 这时候就是监测不到 那这个治疗效果一定会非常好 那就不会变成急性血癌的变化 然后变化的治疗效果越好 它的存活机越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追求 最深的一个分子治疗的一个反应 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 有这么深的治疗反应在临床上的重要性是怎么样 那大家可以从这个表格 只要你治疗的深度越深 它之后恶化机会就是没有 如果你治疗的一个幅度 虽然有进步 可是不理想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还是有蛮高的机会 会变成急性白血病 然后一旦到急性白血病 这个治疗上就很棘手 然后常常如果没办法做干细胞移植 这些病人大概没办法长时间的存活 然后目前来讲的话 理事长刚才也跟我们说 这个疾病分为三个时间 有慢性期、加速期跟急性期 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药物 也就是标靶药物 所以如果在慢性期早一点诊断 我们用标靶药物 绝对不会病人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可是一旦 譬如说我们延缓或是比较延误 治疗来讲 进入所谓的加速期跟急性期 除了标靶药物之外 那这些病人就要做 所谓血液干细胞移植 然后治疗过程就会比较辛苦 所以我们治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希望能够在最早期的慢性期 就诊断出来 就开始用很好的药物 然后持续用好的药物 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之后就不会到所谓的加速期 或是急性期 另外也有医师提醒 病患的用药稳定重要性 切勿擅自停药 一切必须遵从医嘱 门诊中就有许多不当的停药案例 我在提另外一个也是个年轻女性 她也是罹患这个疾病 那她当时用逼带用药控制很好 但是过了一阵子 突然她绕跑 联络不到 那我们的个人关系是 好像也联络不到她 但是她停药的那个 她没有来看病的时候 其实她已经分子 身份已经达到测不 几乎测不到了 然后大概过了一年多 她抱一个baby来 吓一跳说 你原来去生个baby 她就是停药 她想说吃药恐怕会对怀疑不好 所以她就停药 然后去生个小孩 但是呢baby抱来的 一个月之后就转成急性血 因为已经一年都没有吃药 那她转成急性血之后 我们用第二代的药控制很艰难 控制不太下来 背后要打正式的化学治疗 头发都掉光 后来还是勉强靠了骨髓一直 救了她的命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要停药 特别是当年轻人 如果真的是得到 有希望能够生育下一代 可以跟医师好好的智商 男性没有影响 女性的话可能略有一半会有影响 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药物 比方说暂用干扰术 那这样来 来让她怀孕成功之后 那再来重新用药 那尤其在现在的时代 如侯教授所介绍 其实如果到了完全测不到这个基因的话 经过个良好的观察 也有可能可以停药的契机 但是这部分一定要跟我们医生们 好好来配合 到这个血癌 非常紧张 非常担心 所以一开始的用药习惯非常好 非常规律 然后那时候治疗效果也很好 然后分子生物也非常深 那大家都很高兴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 就开始轻哭了 因为她觉得她身体跟其他人没有不一样 那假如说吃药是不是有点麻烦 反正我都好好的 所以她就即便我开药 她就是没有吃药 然后我怎么会发现的 因为我们会定期的去追踪 会追踪所谓分子生物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发现越来越差了 那大概未来越差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 药没有好好吃 第二个 真的有一些非常顽固的一个坏细胞跑出来了 那这时候非常麻烦 所以在经由我拷问之下 她总算回答说她没有好好吃药 那这时候就再次跟她提醒说 一旦变加速期变急性期 我想这如刚才理事长有提到 这些病人大概就没办法 只有标榜药物还要做化疗 甚至做移植很辛苦 所以就请她好好吃药 那又过了三五个月 她又恢复到很好的状况 到现在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很好 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有好的药物 而且不需要支费 这个支费药物非常非常贵 可是我们有很好的健保制度 只要这个诊断就可以使用 包括第一代或第二代 那当然这边我要提到 第二代的一个效果是更快更好 然后刚才我想理事长也提到 有些人在治疗很好很深 又很久的状况下 是可以评估停药的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只要我们具备好的条件 在医师的一个评估之下 甚至有些人如果要做怀孕 或是停药来讲的话 只要能够专业的评估 在停药的过程中严密的监控 那我想这绝大部分病都没有问题 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状况 请务必 请务必一定要固定的吃药 固定的时间 定期的血液的追踪 面对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治疗 持续规律的用药是疾病控制的重要关键 能在早期控制就无需走到移植这一步 切勿因感到不适或各种原因擅自停药 才能与疾病长期和平共处 也有机会走向不再服药的生活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似乎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其谈关心您 你好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农历9月29号是药师佛圣诞日 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民众祈求身体健康都会到基隆 慈云市药师佛店点灯 庙方特别举办法会替信徒消灾解恶 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药师佛圣诞日 慈云市药师佛大殿陆续有信徒来参拜 药师佛圣诞日 因为祈求药师佛保佑我们身体健康平安 药师佛真的它的愿力很大 很灵感这样 工作上摆满各种公平 有饼干水果 还有民众送来的寿陶 大树鲜花来还愿 药师佛大殿庄严树木 四年前慈云市砸下重金 到大陆订制一尊 药师如来佛 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不少信徒前来点灯 求身体平安 药师佛是我们从泉州 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他去取木材 荡木 很大很大的一棵棵室 所以我们去了 差不多三年才做好 因为要等木材干 做好再彩绘再安静 墙上满满的灯 都是信徒点灯 祈求平安 那一头头顶上的药师公灯 相当壮观 我们连那个墙壁都可以捐 都可以捐 那个一盏一盏 那个是每年换一次 就点很多啦 几百盏都有啦 不一定过年等 普通所有可以等 疫情趋缓 信徒陆续回来参拜 前程向药师如来佛 祈求身体健康 让疫情早日过去 记者黄绍鸣 基隆报导 在指挥中心宣布 开放国门后 基隆港务分公司 立即举办 基隆港西岸 联合招商说明会 吸引了包括 金融保险等 31家企业代表参加 港务公司评估 这项投资案 急剧开发潜力 这次招商范围 包括基隆港市 精华地段 之基隆港西岸 旅客中心一楼 及4.16公顷 旅运复合商业大楼 开发基地 吸引了31家业者 近百人参加说明会 基隆港务分公司 总经理高传开表示 这几年陆续完成 西岸内港客运码头 浚升及东西岸 旅客中心改建等 预计明年国际邮轮 逐渐回归后前景可期 这两个案件呢 在全世界 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它位在市中心区 它位在水路交接的一个 跟沉寂的一种转运中心 它位在水岸 这样子这种条件 不仅是台湾找不到 在全世界 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一种位置 金融市副市长林伟发表示 金融市长林伟昌上任后 积极推动市港再生标杆计划 打造以人为本的水岸城市 希望营造好的投资环境 我们就一直非常很积极的 跟港务公司 共同的破话 在如何把这个的港 跟市如何的做一个 非常优质的做一个改善 跟环境的一个改造 尤其基隆 基隆港是一个很特别 港跟市是结合在一起 船进来几乎就是开到市中心 所以这边的整个环境 大概世界上是少有的 立法人蔡世英强调将督促中央 与地方持续攜手合作 进行金融城市改造和转型 未来也应提供业者单一窗口服务 一起努力促成招商案 那如果是因为有机会接棒的话 我也会跟港公司 就我们C456标道的业者 我们会提供 我们单一窗口的一个服务计划 让我们的业者 未来在相关的议题上 跟港公司 跟市政府的沟通过程当中 让他觉得没有问题 我们会以客为尊 达到最好的服务型的市政府 立法人邱成远 则希望把这项开发案 介绍给台商朋友 鼓励他们回台投资基隆 我也是世界台商总会的秘书长 所以看到今天这个招商说明会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也到我们的海外台商 来这边来跟大家来去参观 来去了解 因为我想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其实在这两年也延长了 相关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期程 那我想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可以带我们海外的台商到基隆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沛想认为 基隆市独特的海湾城市 呼吁业者加入港市建设行列 最精华的一项都是西一到西六 还有东一到东六这两边的码头 这两边的码头呢 严格讲起来是直接可以 从一高跟三高 不管是作为货运也好 还是作为客运也好 都是世界级的 招商说明会结束后 基隆港务分工师人员 也引导业者实际走进招商空间 其中西岸旅客中心一楼包含夹成约有970平 加上临近800平左右的空地使用 本身又是历史建物 港务公司方面预期可比照高雄战恶库方式 打造在地特色的职人文创与餐饮进驻 初步估计一年可增加港务公司约1000万的租金收入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基隆山公市基隆著名的篮球名校 过去在全国高中篮球联赛中 曾经拿下第三名的好成绩 10月25号开始 全队赴花莲进行16强资格赛 身兼基隆市篮球委员会主委的蔡世英 特别前往赠送加菜金加油打气 在教练的指导下 球员认真的进行防守传球机上篮等动作 这里是基隆著名篮球名校 基隆山公篮球场 全队在10月25号开拔到花莲 参加HBL全国高中篮球联赛16强资格赛 身兼基隆市篮球委会主任委员的立法人蔡世英 特别致政加菜金 鼓励选手在球场上能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争取佳击 基隆山公传统上就是基隆之光 也是我们高中篮团的重要的一个竞与球队 那世英担任基隆市篮球委员会的主委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代表着我们对他的支持 所以我想我今天来到这边有两个重要的目的 第一个当然是来为各位来打气的 我们期待他继续为我们基隆争光 为肖争光 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也特别代表篮球委员会 向他们资争加菜金 那希望他们在这几天在花莲的比赛过程当中 能够获得比较好的营养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跟全国43个球队在做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们绝对不可以输给人家 过去基隆山公南球队曾获得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 将带领南球队远征花莲的基隆山公校长 洪光鞋希望 这一届能达到重返全国八强的目标 我们期盼孩子都能够做到最好的自己 把最好的实力能够带出来 当然如果说真的有目标的话 我们期待就是基商能够尽早重回HBL的八强的一个行列 那我相信今年我们朝这个目标努力 应该可以很快的达到 为了提升基隆篮球实力 蔡世英也透露 近期将邀请职业篮球台皮队 到基隆进行交流赛 那过去这几年来 基隆市推动了许多的风雨篮球场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几乎每个区域都有风雨篮球场 对于我们喜欢打篮球的好朋友来讲 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期待未来有更多职业化的球队 也能够在基隆做交流 那这也是适应未来努力工作的目标 据了解HBL花莲资格赛 将从全国30支队伍中取前8强 11月到新竹市进行16强预赛 12月在高雄市举行复赛 明年在台北进行准决赛及总决赛 记者张启腾记录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要行夫妻确诊死了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画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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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旗团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 原谅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佳集团关心您